檢查高層昨天开会决定吴淑珍 就要进入台中监狱附设的培德医院来服刑了 时间最快会在明年初 昨天露脸来捍卫母亲 非常心平气和的陈信宇 经过了这样的结果 今天面对镜头的时候脸就很臭了 昨天有没有跟妈妈联络 昨天有没有跟妈妈联络 陈信宇表情临重 不发抑郁走进诊所 不再发表任何意见 检查高層6号开会选定台中培德医院 让吴淑珍执行发肩 负责发肩执行的高雄地检署 会先调阅吴淑珍在台大高一的病例资料 等吴淑珍进到培德监狱一周之后 培德医院再进行评估 如果情况许可就直接收监 万一设备不足就转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要是培德医院拒绝收监 可能将吴淑珍借护就医 或者责付家人照顾 陈庆宇在得知吴淑珍即将发肩的消息 也曾表示尊重司法 但强调不要为了关贬家人而关 如果说以他的身体状况 其他受刑人是没有办法入肩服刑的 不要因为我妈妈我们是贬家 就为了他要必须关他而关他 前一天侃侃而谈 态度温和平静 耐心解释回答 不过在母亲确定发肩的隔天 陈庆宇再度出现民众表情 回复昔日本姓 昨天有没有跟妈妈联络 昨天有没有跟妈妈联络 中文集完来关张高梦柔 SNG小组台南高雄综合报道